爭議多時的高鐵延伸宜蘭案 今天是有了新的結果 大東部舉行的審查會議 拍板是要在縣政中心 以南三百五十公尺的 折中案來設站 而新車站是位於宜蘭和羅東之間 並且將會和臺鐵宜蘭新站共構 總工程經費大約是一千八百八十億元 預估年後要啟動還評 從高空秒看 這一大片的農地 未來可能成為高鐵延伸宜蘭案中 宜蘭站的地點 這裡並非人口稠密區 衝擊相對較小 交通部二十七號針對高鐵延伸宜蘭案 舉辦審查會議 宜蘭縣長林之廟到場討論 最終拍板位在縣府中心以南 三百五十公尺的地方折中案 事實上宜蘭站的選址 過程分擾不斷包括市城宜蘭縣政中心及羅東四個方案 最後才產生距離縣政中心大約三百五十公尺的折中方案 拍板後路線長五十九點三公里 兼顧西北西蘭的發展 區段徵收的開發效益高 而且繞行人口密集區域外側 衝擊較小 方案經費支出大約一千八百八十億 並且規劃最快二零二五年動工 二零三六年完工 那本計劃占以地方折中方案 縣政中心南方為高鐵暫時優選方案 那後續也請鐵道局以地方折中方案 來辦理過去的產品作業 雖然選址過程爭議不斷 不過二十七號終於有了進展 全案在審查會達到共識後 還得經過環保署的環評 通過後 送行政院核定綜合規劃 才會辦理設計 工程發包等的部分 記者陳佳欣 謝正寧 台北報導